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平板 果然啊 龍行天下 果然啊 龍之帝國大撒幣 你說老師 什麼叫做龍之帝國大撒幣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昨天我是唯一一個 跟各位提到說 請你注意上海股市 上海股市恒生指數 這兩個那麼和台灣 還具有30%到40% 現在台灣的經濟比重 對美國比較重了 那麼至少都還有40%左右呢 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市場呢 股價開始出現V型反轉的可能 你說老師怎麼會可能呢 昨天看00633L 各位看到沒有 那還黑黑的一根棍子啊 注意 這叫做什麼 這叫踢馬腿 上漲之後缺口不補 然後開高之後走低 這叫踢馬腿 連今天早上還在給你開高走低 嚇嚇你 之後一路上往上拉 各位看一下 他應該是要連動上海股市的 上海股市長這個樣子 那麼甚至有些是要連動 所謂恒生指數的你自己去找了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啊 這個行情顯然啊 過年前電子股會很強 甚至過年之後呢 過年前我們這樣講好了 叫做親美概念股也可以啦 跟美國比較靠近的美鈣股大漲 那AI股當然就叫美鈣股啊 甚至我覺得AI股根本時間點還沒到 緊張什麼啊 要我講得很清楚嗎 各位啊 今天呢 那麼各位如果有空 我等一下看看我的圖表有沒有帶 美鈣股在創新高了 昨天盤中漲了7% 收盤漲2%半了 所以美鈣股還在繼續創新高 美鈣股在1月31號 是今天嗎 好像是下禮拜三耶 美鈣股在1月31號 才要公佈他的一個財報 那換句話說 如果那天公佈出來 美鈣股又長上去的話 不要忘記了 2月2號偽創才要偽牙 我記得是2月2號沒錯吧 所以等於是封關那天才偽牙 我問你一件事 那你這樣在擔心偽創家族嗎 你這樣在擔心伺服器家族嗎 我錄了一個視頻 錄在我的YT裡面 如果甚至跟我的LINE裡面都有講 我說請你記得 這一次只要美鈣股沒有回頭 不是看NVD喔 不是看輝達喔 但是大部分是同步啦 這次只要美鈣股沒有回頭啊 我就直接告訴你 伺服器就是一路上往上漲 甚至伺服器這次都把一些 你想像不到的股票都給帶動上來了 伺服器上面有沒有面板 有啊 所以各位看到沒有 來吧 我們昨天有一檔股票 我說這個叫做神龍百尾 但是現在我找不到他的圖表忘記了 那麼昨天我應該是放在另外一家電視台吧 像不像在底部啊 是不是友達已經大漲了啊 友達從這裡漲到這裡 難道我精彩 我負責你友達前段AOL的封裝測試的不用大漲嗎 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是昨天叫的啊 我就直接公開講啊 雖然昨天的圖表我暫時找不到 但是各位看到沒有 有沒有直接攻上漲停板啊 所以這就是各位你要看到真正的一個狀況啊 這就是你要看到說就算到了所謂的快要封關的前後 有一些震盪啊 但是我這麼告訴你一件事 親愛的 那麼各位看一下 這個行情已經公上了18014了 那我現在就直接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股票市場一定有他的目標啊 你猜會不會過啊 第一句話我先講喔 他真的是要雷霆萬鈞耶 看到沒有 先來一根黑K棒 到底來第二根黑K棒 我說這個叫長黑啊 長黑之後點燈啊 長黑的時候怎樣 開始有人翻空對不對 開始有多單全部賣光對不對 然後長黑之後點燈 而且一點點不是一個普通的燈啊 我認為這一點就是一個超級探照燈啊 超級半個太陽那麼大的燈啊 因為台積電也大漲 尾串也大漲 然後一路上給你嘎上去 我問你一件事 會不會把所有的空單啊 嘎到完畢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啊 股票市場裡面反而是18619以下 可能都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他就是拼命給你嘎 股票市場裡面 當這個行情在對決的情況之下 誰佔最有力的一方 一定把對方給嘎到倒 不就是這樣子嗎 現在多頭是那麼有力啊 多頭一天就給你漲485點 說真的一件事 再厲害的空頭啊 那時候都被手綁起來你知道嗎 所以我說這個行情還會再繼續 而且還有後事 請各位一定要好好把握 昨天我就跟各位講說各位看到沒有 那麼等待對岸時機成熟啊 結果呢哇時機這麼快就成熟了 所以今天碰到前高啊 有些人說這地方我們就趕快下車了 我就告訴各位一件事嘛 一開始我就告訴你 美超為1月31號還要利多 人家偽創還要拼2月2號 張惠妹來他們那邊的尾牙 那張惠妹一到所有的媒體都到 我現在就把話講明了 因為社沒幾天了 張惠妹一到所有的媒體都到 你認為偽創會出來講說 我們家的業績很爛嗎 還是我們家看不到未來的希望嗎 我們家未來看不到希望是會請這個天后來嗎 不可能嘛 那時候全場的焦點都在那個地方啊 因為他不是普通的明星好嗎 所以有的時候你光看這些架勢啊 也差不多可以猜到說他們想要做什麼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這樣講是不是合情合理 所以我跟各位講說這個行情後面都還有咧 各位注意啊 前面兩年那麼有一家公司真的是黯淡無光 叫做什麼BABA叫阿里巴巴啊 結果呢市場絕對有人先知道 你真的覺得馬雲啊 這個從頭到尾都沒有賣股票嗎 那不然之前賣那個螞蟻是賣假的嗎 其實我都可以想像得到 他現在告訴你說他從來沒有賣過股票 到底真的假的先不要管他了 總之他一定知道說政府可能要出手戶啦 啪的立刻跳空掌鈴 啪的立功跳空上來 你沒有想過阿里巴巴已經V型反轉了 你沒有想過我剛剛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 阿里巴巴V型反轉之後呢 請你注意啊 中國股民終於開始笑出來了吧 不過我說真的啊 現在有笑的好像沒幾個 很多人都還是套牢當中啊 中國股民很多人套牢 但是呢外面的外資啊 我說真的我早上看了一下中國股市喔 最好笑的是美股ETF 中國大陸的那邊的喔 美國股市的上海股市裡面的 美國股市相關的股票漲停吧 所以當中國大陸大力的扶持股市的時候 結果呢有跟台灣相關的 有跟美國相關的是漲停吧 他們自己的大概漲三到四趴 但是各位啊 紅海底下的富士康 可是87%的業務 通通都在中國大陸耶 連八顆還轉投資 惠鼎轉投資一大堆 他幾乎所有的手機廠也都在中國大陸耶 你說中國大陸終於開始救市場的時候 開始拚經濟的時候 對他們有沒有幫助啊 當然會有嘛 但是像這種小型的 跟阿里巴巴相關的 你說會不會上去 我認為這非常非常的有機會 這需要說管他過年不過年嗎 不過不用管啊 因為過年的時候誰的生意一定好 阿里巴巴生意一定會好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波行情裡面 大家現在都在救經濟啊 電磁股去年非常的不好 所以要怎麼樣 要AI啊 AI伺服器出來之後呢 那當然是不夠啊 AI伺服器只是公司去換一換 AI伺服器你看就這麼出來啦 AI伺服器出來之後說沒關係 還有AIPC也給你來一下 AIPC完了之後呢 AI手機 甚至AI手機可能是 我們說過比較不好賣的在前面 最好賣的放在後面嘛 AI手機現在直接多語言翻譯啊 我說這個多語言來講的話去找三星最好 因為三星在42個國家啊 今年可能是45啊 因為去年掉了4個變42個國家啊 今年呢又增加3個啊 印度 馬來西亞還有哪一個忘記了 那基本上他要多任何語言 甚至一些所謂的印尼語什麼 他們都有所謂標準的所謂語音本身的系統啊 所以有人說這個老師不用買這個AI機 我說你怎麼會這樣講 他說我可以去下載那個APP啊 對不起你下載APP啊 到泰國泰國APP 到印尼印尼APP 到美國英文APP 到法國法國APP 人家一次幫你搞定 人家一次幫你搞定 我只要買一支三星手機都搞定 我哪有控制現在跟你APP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各位看到沒有 8096的秦亞 從我介紹開始了 我說他進入三星影像感測器 三星手機王者無敵啊 各位看到沒有三支停板之後四支停板 四支停板之後 今天我覺得好可怕啊 因為今天差一點點五支停板出來 甚至我們要講話要讓手機聽懂 要讓他翻譯的話 跟這些所謂手機翻譯相關的零件 手機相關的麥克風 不是只有我們的股票在漲喔 這個是比較貴 這個459塊啊 我想459塊比較貴的話 我帶你買比較便宜的啊 61塊好不好可以嘛 是不是到64塊繼續漲 哇那個6462的神盾 人家說到底在漲什麼啊 後面好像有神喔 終於我告訴你 答案這個神的名字叫三星嘛 終於我跟各位講說 至少你可以做到什麼 做到三星手機公佈嘛 因為沒有EPS的股票 一定是做到利多先說嘛 而且利多說出來假如繼續漲的話 那表示業績更是真的啊 利多說出來結果股價也沒回來 各位看到沒有 我沒有差很多啦 我基本上我在這個182 他現在196啦 但是我手上還有這個看到沒有 今天還可以再來做調節 所以我說各位看到沒有 接下來還有的做的呢 現在只是初步把這個手機拿出來 接下來要量產 接下來三星除了韓國廠以外 其他各地在三星的工廠要開始量產 這個時候零組件就會出來啊 所以三星手機啊 非常受到歡迎啊 而且直接講了 將來中國大陸的手機 華為手機 甚至台灣的華碩手機啊 都可能去做這件事啊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大家都在拼幹嘛 電子股在拼AI啊 然後咧 各位看到沒有 金融股在拼什麼 拼把中國股市救起來 拼把中國股市救起來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現在都還是各位的機會啊 也不用管他 過年前過年後啦 甚至在過年當中 我們公司有個非常棒的優惠啊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趕快跟上來 龍往天下 物聯網相關 還有好幾天喔 長三次就夠了 趕快跟上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謝謝 全面五折 请您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至今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暴富的机会 黄老师唯一投资支付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RSI九大要领 急迫指标盲点 太弱换墙 让您改变散户的命运 运达投顾 02-2781-0909 2781-0909 如果你发现有朋友在吸毒 请不要立即推开他 这可能是向你求救的讯号 我们可以帮助他们 从环境改变开始 摆脱毒品诱惑 真正能带来长期幸福感的 是旅游 培养兴趣 人际相处 这也是我们能与身边亲友 一同创造的 吸毒不仅犯法 更伤身 拒绝毒品才是解放 很多人担心 一万八之后台湾股市不会涨了 我告诉你一件事 中国大陆丢了多少钱 准备丢两兆人民币 现在先丢一兆 还顺便降准两码 降准已经是那个 把银行的存款准备率往下降 银行就必须要赶快把钱丢出去 那已经是个非常 可以说是最极端的手段了 等于说是降息 他们叫降准 我们叫降息 美国叫降息好了 降息就整个资金是往外溢的 所以人家说现在最起码看起来 号称两兆人民币 不要忘记了 根据货币银行的原理 只要银行放出两兆人民币的话 丢出来是多少 你有念过货币银行学吗 我们做分析师一定要学 答案是20兆 20兆人民币 相当于440兆 天哪 这是多少钱 的台币 要在市场上融通 所以中国一定要把经济给救活 死了要救成活的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市场上的作手 你一定要来问我 有够辣的 当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市场上的作手 00633L 我朋友赶快来问我说 老师怎么办 怎么股价还在往下跌 甚至当天虽然开高之后 结果马上出现什么 开高走低 在这边买的叫做马云 我现在直接告诉你 你看 他从头到尾就没有再往下跌了 别人再往下跌一根他没有了 在这边买的叫做马云 叫做蔡重信 叫做阿里巴巴的最大的两个股东 我问你 他怎么敢买 我这边讲 这边你自己猜猜看 我这个也是猜猜看的 股票市场都有人先知道 你自己看一下 阿里巴巴没有下面这根线 可是上海股市有 台湾人不知道 台湾一般人不知道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台湾等到他公布消息的时候 又给你放一个消息说 台湾不要买不要买 大家不要买上海股市 大家不要指望上海股市 注意今天都还有 今天都还有人故意再放消息 所以说不要去看上海股市 什么上海股市到3000点 就会崩下来了 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 开高走低并列黑K 那么这个地方缺口不补 这叫做什么踢马脚 因为你真的要往下跌的话 要把这根跌破 果然今天是开高 今天开高之后更坏 更坏00633L 我们要了解一下 因为这影响 更坏开高走低之后 现在收盘可能会收到最高点去 所以买在这个下影线的最低点是赢 买在昨天是赢家 我们今天还在买 各位看到没有 最早跟你讲的 今天早上还是继续买 我甚至就这么讲一件事了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草船借鉴好 你当做草船借鉴好 我现在要谢谢中国大陆对岸这边的送钱 过来给我们花 我们台湾人赚得不够 还要再送钱给我们花 这个最好 你看到我当时在讲的时候 我早上在讲的时候它还全黑的 所以我说龙之国度送龙币来 这个钱怎么可以不赚 所以我说各位 接下来你说老师 AI A了这么久 AI后面 我们先讲长线好了 我认为年前先用AI攻到18619 然后年后请你注意 像这个鸿海 占富士康84% 富士康今天涨多少 今天涨3.14% 我出门的时候已经去看了 富士康涨3.14% 这个影响最大了 这个也有3% 这个也有2% 这个有3%多了 但是这个应该影响最大 还有2454的联发科 别说他自己转投资惠鼎科技 惠鼎科技大家知道吧 之前在中国大陆很会飙 飙到60几块人民币 掉到现在还要45块那样子 你又知道掉多少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他是里面指纹辨识 IC升级里面最大的公司 联发科现在在里面 还包含他的客户全部都在那边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可不可以 我觉得好像可以 那这两支股价上来 还会引动什么 引动一大堆中国概念股上来 所以我说这个行情里面 你千万不要把它看淡 各位看一下 这是美超伪的股价 到现在还在创新高 美超伪股价在创新高 差不多你要想想看 伪创差不多在这里而已 伪创还在一个区间整理 伪创广 我们不要讲伪创 讲广达还在区间整理 甚至6669的围影好不好 他最厉害已经创高了好不好 他跟美超伪比较像 但是美超伪人家是一根30 这根是30几%中国距 所以这都还有一段的距离 知道吗 所以我跟各位讲说 各位看到没有 光是这几个所谓的领头羊 都没有回档的一个状况 那后面就还有 后面就还有 我今天还在叫新谷 后面就还有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您放心 过年前过年后一模一样的情况 我只是跟各位讲说 各位 你可能如果今天来讲的话 不要看五天 五天假如四肢停板就好了好不好 最后一天不要好不好 命中率不要那么高 那你知道你跟人家差多少 你可能就差四肢停板 你可能今天不进场的时候 我就直接讲00633L好了 你今天不进场明天要继续涨 你看一下 上海股市现在是这样的标法 今天已经73点了 现在一边讲一边涨 到今天收盘你看会到哪里 现在今天早上有一个 我有看他们留言满好笑的 他说怎么这个时候涨上去 我根本来不及上车 第二个是说放心到3000一定崩盘 我上次叫3000的时候停损 他买3000我3000停损 反正总而言之 中国大陆很好笑啦 但是各位看到没有 这一次真的把中国大陆的股民 还经过台湾等等这些 所谓洗盘片线的说法 把它全部洗干净了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各位注意一下下 不要买的股票 我还是告诉你好了 那么红基 蓝天 精英 这个现在目前为止进入什么期 进入第二期 对不对 我跟你讲说这个进入第二期 所以你把这个股票拿出来换好吗 如果你红基有赚钱 记得可以拿出来换 反正将来一定有便宜 我让你买啦 你看红基是不是 我跟你讲反弹到月线 开始没有利息了 相反的你各位看到 伪创人家早就创新高了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你一定要把二期的股票 第一期有赚到你就赚到好不好 第一期有赚到你就赚到了 赚到之后我带你卖 你不卖就要套第二期 套多久呢 这我不知道 说真的一件事 他会拉回到这么久 拉回整整半年 七个多月 我也不知道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有一天你看到说 哇 业绩来了 业绩跟股价同步上涨 前面太贵大家买不起 前面买的东西没有用 我现在可能买一台宏基电脑 回去一看 这功能就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将来会怎么样 将来会功能多样化 将来会怎样功能客制化 所以AI手机 我们现在所讲的 这个三星手机 或是这种所谓翻译手机 并不是第一支 第一支是只要扫图 它就会帮你整理 把你的图画的丑丑 它一扫过去变漂亮 第二支是你写字 它就把你扫过去变成正凯 变成印刷体 所以其实它的功能也在不断地改变 因为这种功能其实没什么用 现在三星出来说我抓了42国的语言优势 所以我给你做那个翻译机 那为什么别人做不出来 它没有准备那么多的资料库 我的手机本来就不认识印尼话 你怎么叫他讲印尼话 我的手机本来就不懂泰国话 你怎么叫他讲泰国话 对吧 不就是这样吗 顶多会有英文是不是 所以各位看到没有 现在推出来的基本上来说的话 三星的手机是相当好的 还有现在目前看到 3231的伪创 那么这个便宜的伺服器 已经开始冲出来了 所以基本上可以有机会 所以我们认为到目前为止 那么美超微的业绩 已经连续创新高了 而且美超微的财测 超过市场的预期 涨了30%之后再涨两天了 所以一致的往上 涨了36%再涨两天了 所以相关的股票 我觉得一点都不用担心 我到目前为止 都还在继续给你报告中 我继续给你报告中 我到现在为止 大概除了台积电我没给你买 其他都给你买好了 这不就是你需要的吗 然后接下来 除了AI手机以外 你还记得一件事 中国大陆现在 也是非常红的一个地方 所以要怎么形容 要讲这个最直白烂了好久了 烂这么久了 烂了多少 12345 烂了五年了 看到没有阿里巴巴在那边 什么马云被抓 马云逃亡 搞了四五年了 现在马云都起来了 那他会不会起来 阿里巴巴会不会起来 中国股市会不会起来一下下好不好 我们目标不要设太大嘛 他现在离季线都还很远 中国股市现在离季线都还很远 还自己去看了啦 所以我希望所有朋友 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呢 到了年底有所谓五折本身的一个优惠 五折本身的优惠 想要欢迎你 今天就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个恰询了 图卡我今天没带 但是各位自己可以打电话 来做一个恰询 欢迎各位想办法跟上来 祝各位龙行天下 龙年快乐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来喔 跟着骑自走 这间差不多了 是准备上餐 到哪里了 回到台北了 我们要去高雄耶 我们从高雄出发了 我们是从台北出发的啦 你是谁 他开错车了 你累了吗 保力达满牛 精力出退 保力达满牛 黄建哲老师声明书 近来网络诈骗猖獗 利用黄建哲肖向发送赖讯息 提供不时的股票分析意见或推荐建议 诈骗投资人 请投资人勿受骗上当 若有疑问 请拨打运达投顾公司电话 02-2781-0909确认 以免权益受损 运达投顾黄老师 祝您股票龙探机 无济龙松来 感恩回馈庆祝年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请您立即拨打支付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茫茫古海资讯爆炸 您该如何掌握获利契机 运达投顾黄老师 二十八年股市经验 了解股市涨跌道理 独创ISI九大要领 洗盘片线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丰富的经验实力 是您最大的投资依靠 您的资金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报复的机会 黄老师 唯一投资自付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黄老师 祝您股票担贪 无济如松来 感恩回馈庆祝年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请您力气拨打 支付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茫茫古海资讯爆炸 您该如何掌握获利契机 运达投顾黄老师 二十八年股市经验 了解股市涨跌道理 独创ISI九大要领 洗盘片线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 丰富的经验实力 是您最大的投资依靠 您的资金需要最大的呵护 才能掌握股市报复的机会 黄老师 唯一投资支付专线 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投顾黄老师 祝您股票龙探机 福气龙松来 感恩回馈庆祝年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请您立即拨打 支付专线 02-2781-0909 02-2781-0909